那是玩到,半年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 在压力中顺服身,一厘米的腹恶与我们的信仰选择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紫归姊妹 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次我们因为环境的压力而动摇了对神的顺服呢? 今天,我们透过耶利米书第27章一起来思考 在面对世界的诱惑与压力的时候 我们如何能像耶利米一样,坚定不移地遵行神的旨意 哪怕要背负沉重的恶 耶利米书27章2节 你做神所与厄,夹在自己的镜像上 借那些来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加的使臣之手 把神所与厄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 在这一章中,神命令耶利米做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 制作神所与厄,并将其放在自己的镜像上 象征犹犹大人必须服从巴比伦王、弥布贾弥萨的统治 这不仅是一个象征行为 更是对整个犹大国发出的严厉警告 如果他们不顺服神的安排 他们将会面对更为严重的后果 恶是一种用于将几头牲畜绑在一起耕地的木架 在这里,耶利米以恶象征犹大将要承受的重担 被巴比伦征服的命运 这一举动让人们清晰地看到 如果他们继续反抗神的旨意 那他们将被彻底摧毁 但令人惊讶的是 神称巴比伦王、弥布贾弥萨为我的仆人 一个外邦的君王 竟然被神使用来执行他的旨意 审判以色列 这一切都表明 神的主权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理解 他可以使用任何人 甚至那些我们认为不配的人 来成就他的计划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读耶利米书27章时 不禁反思我们在生活中的选择 面对世界的诱惑和压力 我们是否也像耶利米一样 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甚至在众人面前承担羞辱和重担呢 耶利米面对的挑战 不仅仅是个人的痛苦 他还要面对来自宗教领袖和政治权贵的强烈反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忠于神的话语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然而耶利米并没有退缩 他坚定地执行了神的命令 因为他知道 顺服神是他唯一的选择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面对类似的选择 一方面 世界的声音在不断地吸引我们 诱惑我们走偏离神的道路 另一方面 神的话语明确地告诉我们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需要我们顺服的 我们是选择听从世界的声音 还是选择像耶利米一样 勇敢地富恶 为神的旨意而活呢 或许我们今天 没有像耶利米那样 需要物理上的富恶 但我们每个人 在生活中都会遇到 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选择 可能是在工作中坚持诚信 也可能是在家庭中维持和平 甚至可能是在教会中 忠于侍奉 每一个选择 都在考验我们 是否真正愿意顺服神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在面对各种抉择时 我们必须首先寻求神的旨意 而不是听从世俗的声音 耶利米的忠诚和顺服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他教导我们 无论环境多么艰难 顺服神的旨意 永远是最正确的选择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因你让我看到 在耶利米身上 所显明的顺服与忠诚 主啊 我求你赐给我 同样的勇气和信心 使我在面对生活中的试炼时 能够坚定不移地 遵行你的旨意 主啊 我承认 有时我因害怕世俗的压力而妥协 甚至试图逃避你的护照 但今天 我愿意在你的面前立下誓言 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 我都愿意像耶利米一样 背负那属于我的恶 忠心侍奉于你 天父 我已为那些 正在经历试炼的弟兄姊妹 来向你祈求 求你安慰他们的心 赐给他们力量 使他们能够在困境中 依然坚定地 站立在你的话语上 愿我们的生命 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 我们都能靠着你 活出得胜的生活 主啊 也求你帮助我 让我在每一个选择中 都能紧紧跟随你 愿我的生命 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彰显你的荣耀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在祝福建设宣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有佛建设宣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向我永留不已 风暴中你是我的肛腕 肝寒中你是我的感觉 经过这水与火的失恋 让我心淡淡来依靠你 在风济浪高轻浮之地 我心仍淡淡仰望着你 因你的慈爱相声索 长过我片刻不离 在干喊疲乏绝望之地 我心仍淡淡寻求着你 因你的怜悯如江河 向我永留不已 风暴中你是我的肛腕 感喊中你是我的肛腕 经过这水与火的失恋 让我心淡淡来依靠你 风暴中你是我的肛腕 感喊中你是我的肛腕 经过这水与火的失恋 让我心淡淡来依靠你 祷告是与神的对话 是内心的渴望 软弱的交托 信心的行动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祷告吧